听说你有独门秘籍 对 我会清宫水上飘 一族一人 听说还是非遗 对 目前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就是嘴上说话有一点伤人 他说话还会伤人 你给他说道理吗 他听烦了 他就说你滚 姐姐平时说话也挺那个的 姐姐怎么说呢 哥都交得转 你就交不转 哎呀 原来你们俩根本不像 我们今天舞台上看得这么斯文 我很高兴地把复照 我所有东西都办好了 然后需要家里面的人签字 全部家人都反对 都不让我去 当时的感觉就是 心被失碎的感觉 他在成就你的梦想的时候 也是在成就着 他曾经的那个遗憾的自己 谢谢你姐姐 谢谢你陪伴我一年又一年的这么走过来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土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欢迎来到重新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本节目由蜻蜓FM独家音频播出 更多的世界 用听的 今天现场依然没有观众 观众都在电视机前 或者是在线上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当然也会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重新卫视官方微信号 获取更多关于 谢谢你来了台前幕后的故事 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 关注重新卫视官方微信号 参加情感心理测试 有机会获得精美的礼品一份 来 我们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 他们分别是心理专家白燕怡 心理专家夏冬豪 主播柴子璐 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所以姐姐 谢谢你 让我的梦想落地 来 掌声有请被这些人石硕 陈佳老师好 三位嘉宾老师好 观众 朋友 大家好 请坐 谢谢 五官像女生 发型像男生 听说你以前是个护士长 护士长助理 刚才那个是你妹妹 对 你长得又不像 不是亲姐妹 那是什么姐妹 朋友 是朋友 她为什么要感谢你 因为她和我遇见了之后 我为了她持续了十年的工作 所以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是吧 对 对 那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她也改变了你 对 十年的工作不是说辞就辞的 应该有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自己 对 当一个人闯入了自己的生活之后 于是给自己的生活 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改变 影响是相互的 掌声有请感谢人 杨柳 杨柳 杨柳老师好 三位嘉宾老师 你们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请坐 你有多少斤啊 七十多斤 听说你有独门秘技 对 我会轻功水上飘 一足一人 这是一个表演是吧 对 它是脚上一根竹竿 手上一根支撑的一个脚 一个竹竿 对 好美哦 你们家是干这个的 对 我奶奶就是学习这个赌竹飘 这种表演是源自于哪个地方 它是发源于贵州赤水河流域的 毒竹飘 为什么要毒竹飘 以前修建故宫的时候 需要用到楠木 那个时候 那个贵州赤水那边的原始森林里面 就有很多的楠木 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前辈们 他们就会去原子森林里面 把楠木砍下来了之后 通过血运的方式 是最快捷 也是最省力的一种方法 然后就是通过那个涨水的时候 水流冲到那个大江大河那个地方去 然后就方便运输嘛 就在这个过程中呢 那个楠木它会散掉 然后拾起的那个过程中 就掌握了这个毒木飘 然后随着现代 因为楠木已经是非常珍贵的了 那么贵州赤水那边又盛产南竹 就用竹来代替木头 然后来作为咱们健身 锻炼的一个健身器材这样 这个是一种表演形式 也不算是武功 难道也有这种传承的效果 对 因为最开始是赤水和流鱼的老师 来到了咱们贵州尊业 然后刚好奶奶又是游泳爱好者 因为学习咱们的毒株飘 一定就是要先学习游泳 然后奶奶当时他们那一批老前辈 就接触到了这个毒株飘 然后奶奶教了爸爸 爸爸又教到我 本身我又是从小学习的舞蹈 我是觉得只是划来划去的话 就比较乏味 我就有了一些想法 再加上姐姐和家人们的鼓励 我开始尝试把我学习的民族舞 芭蕾舞把它相结合 然后呈现就是说 现在的咱们的水上演义毒株跳 那也就是说 这当成了家里的一门技艺 在传承是吧 听说还是非遗 对 目前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你从小的这个性格 应该也是很开朗的吧 要不然你也不会学这个 开朗的时候特别开朗 然后自卑的时候也非常自卑 你有啥好自卑的呢 这个事情就要从奶奶那开始 从我的出生开始 从小呢 我家就有重男轻女 这么一个概念在里面 生下来了之后呢 因为妈妈为了照顾我 她是需要到处去做生意嘛 然后妈妈为了挣钱 当时是把我送到了托儿所 中午的时候 然后才有人来接 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在那个幼儿园的大门就看 我在看妈妈 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 因为每次同学一到放学的时候 他们都有爷爷奶奶 有妈妈来接 为什么我在门口就等不到 只有星期六和妈妈的相处时间 星期天我要回学校 那个时候妈妈就给我说 她说妈妈会努力 我会挣钱 之后我会把你天天带到身边 但是后面因为妈妈需要去做生意嘛 又从幼儿园把我接到了身边照顾 那个时候我妈妈在那个地下商场卖服装 就没有时间来照顾我 那个时候我又小又不懂 就一个人在那个地下通道到处走 然后好几次妈妈差点把我弄掉了 妈妈就觉得把我放在那个幼儿园又舍不得 然后就拜托奶奶和爷爷奶奶商量 就是说孩子还是拜托你们来照顾 然后就在这样的基础下 我慢慢地长大 然后跟着奶奶开始学习读书票 你刚才说你学舞蹈的是吧 对 学舞 你读的是异校了 对 是异校 异校的孩子都挺开朗的 说到这个异校呢 又到了我人生中第二个卡 因为我的身高不高 也经常被老师被同学歧视 当时老师排练舞蹈的时候 都会高个子往前面站 然后我个子比较矮 就是站哪个位置好像都不太适合我 那个时候同学们还给我起外号 叫我小杨DJ 做冷板凳的 对 然后杨柳你去把音乐给我放一放 然后他们的道具坏了 你去修一修 其实那个时候我会问我自己 我究竟是来干什么的 这些过去你知道吗 知道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因为一次出去聚会嘛 我当时在参加一个公益活动 因为我们要负责相互交好友 以后要去做什么公益的时候啊 可以一起啊 然后就加上了对方的抠抠 谁先注意的谁 我先注意姐姐 因为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因为那样的环境下大家都是来玩 他们就一直在讲关爱女性 要帮助更多人怎么怎么的 就聊到这个话题上 我就觉得很不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接触的朋友的话 也就是大家该玩玩 就不会去聊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包括我自己 因为我是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 如果以后我有机会 我也会去做关心别人 多给人家一些爱 我也想这么来做 那个时候就觉得和姐姐特别能聊得来 就是这样开始的 就这样成为了朋友 对 那还只是普通朋友 后来是怎样到了 能为她改变自己的职场道路 这种程度 就是比亲姐妹还亲姐妹 然后我们就通过在网络上聊天 也是就你问我我问你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有一场演出 有一场舞台上面的演出 然后我就邀请姐姐 我说你敢不感兴趣来看我演出 去了吗 去了 好看吗 其实当时很多人都在演 还不知道哪个是她 然后还有一点就觉得 怎么那么奇怪啊 别人都是带着爸爸妈妈来看 她去叫我来看 然后老师叫签字的时候 她说我是她姐姐 然后帮她签字 就觉得很奇怪嘛 等她表演完之后 我们才就继续 我就开始更关注于她 和她聊了更多 她家里的一些情况之后 就更了解她了 更想帮助她 虽然我们也是担心家庭 但我爷爷奶奶 然后姊妹也多 比较开心嘛 就没这么多 就不像她这样孤独一个人 也就是说那次表演之后的 彼此聊天互相了解 让你们走得更近了一步 对 从最开始朋友之间的吸引 变成了家人之间的那种温暖 对 我记得印象中 有一次和妈妈发生了争执 然后就离开家 我就出去了 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 我该去哪儿 就觉得需要诉说一下吧 那时候我就想到了姐姐 我就说 姐姐你有没有空 我能不能和你聊聊天 我说我心情感觉特别低落嘛 姐姐当时就说 她说我刚下班 要不然你来我家吧 我这边刚好也做了饭 你来 咱们慢慢吃慢慢聊 然后就在那一次和姐姐聊天之后 我就给姐姐说 我说我觉得我特别孤单 我有时候在家里面关了灯 我特别害怕 我说我害怕打雷 我害怕一个人 我害怕就像小的时候 睡着了之后 妈妈不在我旁边 我说可以的话姐姐 我说我能不能搬来你这儿住 我觉得你比妈妈好 你可以安慰我 你可以给我说很多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姐姐也答应了 这就是我们开始 发生后续的事情 住在她家去了 对 住在她家 你们家你一个人住 是很多人住 爷爷奶奶 还有爸爸经常在外面工作 看不见她的 就爷爷奶奶 然后弟弟妹妹 那她进来住方便吗 没有不方便的呀 家人没意见 多一个 当时其实我就以为她就 来待个两天吧 结果呢 结果很长很长 也就是说你最开始是觉得客气一些 没知道她没把自己当外人啊 她住下来了 你咋想的呀 因为我在姐姐家 我觉得很温暖 奶奶的问候 妈妈的关心 有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在我家 都是不曾让我感受到 我真的在她家很开心 那后来怎么着 后来有些不方便了嘛 对 后来时间久了嘛 家里面就说 她没工作嘛 她一天就在待着 就什么什么的 你敢知道了吗 我敢知道 那个时候 我其实也跟姐姐说过 我说 要不我还是回去吧 但姐姐这样给我说 她说你既然来了 既然来吃 泽安汁 如果说你回去了 你又会 很孤单 怎么怎么的 然后 还是让我就是说 继续和她 住下去 然后 反正也当自己家一样 姐姐除了 给你提供住宿 让你感觉到 家庭的温暖之外 还有哪些地方帮助你 除了这个的话 也是在经济上面 也是对我有帮助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有和人合作 来去宣传赌足票 出去演出 自己到手里面的 钱也不多 只能维持自己 也是姐姐 就是说 金钱方面也在支助我 就是说 比如说 我看见很多演出服 平时的话 只会买几十块钱 或者一两百块钱的 姐姐就说 你既然要演出 你就要好好的演 没关系 你尽量挑好一点的 两三百块钱 四五百块钱 都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出一些 护士党助理 一个月多少钱 四千左右 那你们家人 更有意见 对呀 我们也有聊天 咱们俩都有想法 就是说 这一次演出完了之后 有一点钱 就别先拿来用了 咱们拿来投资 咱们一起开一家店 说不定以后挣了钱 你想做更好的演出 你想买道具 咱们就都有了 然后就开始经营了 人生中第一家店铺 一家奶茶店 你们俩经营奶茶店 对 那肯定亏呀 对 因为毫无经验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两个就抱特别大的期望 就想 以后咱们挣钱了 我们要好好的怎么怎么样 可是在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冲突 比如说钱方面嘛 都是家里面给 给你多少 就用多少的那种 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钱 它的真假 你说钞票是吧 对 现钞是吧 对 现钞 你不知道如何分清真假 对 有客人来 当时就付了一张 一百元的一个现金 我就是因为不会认 也摸不出来 然后还多找人家 六十啊八十什么的 然后也是好几次 刚开始 姐姐也是特别耐心 那个真的钱 它是湿的感觉 我说我咋就摸不出来呢 你不需要摸 你看脚上就行 学生多的时候就着急嘛 我就没有关心这个真假的问题 两三次之后呢 姐姐也开始 因为确实亏 赚的 根本就赚的不多 我就是说只够买材料的钱挣的也就差不多 你发脾气的是吧 对 因为每次我白天还要上班 上完班之后下来还要去管店嘛 就会 难免会有一些脾气 扣子不住 我会觉得 委屈 对 委屈 对 特别委屈 因为我觉得我也特别辛苦 就当时就很不理解 然后后面 咱们也是因为经营不善嘛 确实不会做生意 说实话 姐姐也跟我聊到 她工作上面的很多不开心 之后我们决定 没有再经营咱们的那家奶茶店 开始尝试做我的这一块 对 你跟她发脾气 我觉得这种脾气 不是简简单单的是说 她工作能力不强 你是不是觉得 这个女孩应该情商挺低的 其实她就是嘴上说话 有一点伤人 她说话还会伤人 比如你给她说道理嘛 她听烦了 她就说你滚 从你的经历看来 你不应该会有这种脾气啊 因为姐姐平时说话也挺那个的 姐姐怎么说呢 狗都交得转 你就交不转 原来你们俩根本不像我们今天舞台上看得这么斯文 除了滚台还说啥 她说不需要你帮我 很伤人的活 很伤人 那你走了没有 有些事会冲动的走 但回想一下 你不能放弃 为什么不能放弃 因为你帮她 你不能说她没有给你回报 你就不帮了 或者是怎么的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她放弃你也不能放弃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从小家庭原因吧 嗯 从小的时候呢 我八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离婚 啊 离到婚之后 就爷爷奶奶带嘛 因为爷爷奶奶年纪体质挺大的 还要带我们三个孩子 就只有我底下来了 我八岁 我弟弟妹妹肯定更小 然后奶奶也是短头发 也不会打你头发嘛 就给我也剃短头发 给我妹妹也剃短头发 我弟弟也是短头发 然后衣服呢 就选择比较中心一点的 因为我穿完之后 穿不了了 我妹妹可以穿 妹妹穿了 弟弟也可以穿 那时候的家庭条件也不好 所以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养育方式吧 这样简单一点 也好带 可是会给我带来非常的不便 比如说学校同学会说我要 上厕所也非常的为人误会 这是女厕所 我说我是女生 这些事情也不可能给家里面说 不想给爷爷奶奶带更大的负担 想自己一个人扛下来嘛 其实也没什么 你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曾经有放弃过的东西 或者是说被迫放弃的东西 被迫放弃的 什么事儿 一段感情 当时我还不成熟 所为一个男朋友 然后一年了 但是呢 他要去国外发展嘛 他爸爸在那边 他就说 要不要跟我一起过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 但是我很高兴地把负招 所有东西都办好了 然后需要家里面的人签字 全部家人都反对 都不让我去 我也就 当时也没办法 只有 遇到问题 也只有我一个人解决 弟弟妹没有想 也没谁可以问 只有一个人在 床上 我这辈子哭 其实当时的感觉就是 心被撕碎的感觉 哭了 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醒了又哭 然后过着过着 就过去了 时间还是挺厉害的 这段感情就结束了 那是你唯一的一次情感吗 你就没再谈过了 对 无论是这段情感 还是你的生长 给你形成一种执念 我一定做了一件事情 就要有头有尾 对 我决定做了 我一定不能放弃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姐姐的这种所谓的执念 和这种生长历程 在跟你的相处过程当中 除了有开奶茶店的那段不愉快之外 在你的表演的过程当中 给你有一些什么帮助和影响 其实说到这个的话 就要从18年开始说 因为她觉得我的工作 独猪飘 一是很自由 二就是她看见我在独猪飘展现舞蹈的那一刻 她说那个就是我的舞台 所以说那个时候姐姐就给我说 她说我想 我想辞掉现在的工作 我们一起把咱们 我的这个能给我的一个点 能给我发光的一个点 来把它做得更好 你啥意思呢 你辞掉了工作之后 你是要做她经纪人是吧 当时是这样想的 因为当时嘛 想到我干这个 反正护士是家里面安排 也谈不上不喜欢 只是说不适合我 但我家里面就会说 那你不干这个你干嘛呀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确实 我不干这个我干嘛呀 当时没有目标的 很迷茫的 自从遇到了她之后 我知道我不干这个 我该干嘛了 因为我从她身上 看见了她的未来 我需要怎么去帮助她 你要成为她幕后的制作者 对 你跟她是这么商量的吗 是这样商量的 那你当她说 她要辞掉十年工作的时候 你是兴奋还是害怕 你这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影响别人的知识 我害怕 我很害怕 因为我担心就是说 如果我们发展的不好 那我已经这个样子了 那姐姐该怎么办 我会更往远一点想 我当时其实有 让姐姐说 不要辞职这样 但是姐姐说 也不只是因为我 她说 她也想尝试 她说一个人的人生 可能会做很多的事 我现在遇到了你 再从我的身上 看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她说她想尝试一下 但这东西不是 你尝试就能尝试的 至少你在这个表演行业 你还有一定的基础 你两个不懂表演 你也没有资源 也没办法帮她 去谈单子接活 对吧 那你能帮她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们也没办法 如果没表演就没收入 我也会没收入 她也会没收入 是啊 然后我们就去到处找人问 然后才知道去网上 去接活 到处发你的资料 去接活 所以那次我们成功地 接到了一个开封的 还是冬天的 很冷 你可好 接到一个冬天的 没办法 当时还要把 那湖面上的冰敲碎了 然后再表演 天上还下着雪呢 还穿得这么少 对 她还是光脚丫呢 这是 后来我们想尽了办法给她 弄塑料口袋呀 各种 包一下脚 我们想的是 我们把这个行业 你就这个项目吧 做好 做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帮助更多 需要像我们这样 需要帮助的 艺人 艺人也有 有梦想的人也有 还有那些贫困的孩子 其实给他们这个平台 你想让那些贫困的孩子 来学一个技艺 有一份收入以后 就是这样的 我们一起的目标 情怀 有情怀 还会做发型是吧 对 还要做发型 因为古装嘛 要去学很多的古装化型 还有就是 平时因为 身高不太高 那些汉服呀 很多服装是根本就穿不了 都是要靠后期 姐姐帮我手工先缝制了 然后她能穿 就这样 还帮你准备服装 对 还有自己做一些道具 因为就是因为在水上 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舞台 很多道具呀 也需要自己来做 你今天来是觉得 要珍惜这个合伙人 对 因为在我有一次 就是说为了做 做好一次节目的时候 就一个作品的时候 那一次就是 人生中受伤受得 最严重的一次 因为为了练好水上芭蕾 那个时候就要求自己 一定要在竹尖上 把芭蕾立起来 要这么来练习来把它跳出来 就在那个期间练习的时候 就是因为一个动作的不小心 从那个竹子上滑下来 那个竹子看似简单 可能大家都会想到 滑下来就掉水里呗 但不是 如果你掉得好 恰恰掉水里面 那OK 没问题 但是我当时滑下来 是掉竹竿上了 就在腿的这一块 对 这一块 这个皮 皮就蹭下来了 当时蹭下来之后 又掉到水里面 因为糖就抱不住竹竿 就在水里面 就赶紧游上来了之后 人家就说站起来 看一下能不能走两步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我走不动了 我们现在还需要 把这个作品做好了 我走不动了怎么办 因为那个时候训练的地方 特别远离我们住的地方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 姐姐就背着我走 走了半个多小时 才能坐上车 然后到了家之后 那段时间 也是一直都是 姐姐在照顾我 直到我的伤养好了之后 我就开始害怕了 我说我不敢做这个动作了 我说我没有勇气了 我说我们不要做这个 可不可以 姐姐说 做人一定要坚持 你可以什么都不好 但是你如果连坚持 你都做不下来 你之后还能做什么 就算咱们做其他的 你都得坚持啊 我就开始咬牙 尝试 之后真的是 完成了那个动作 在水上一根竹子上 把我的水上把垒立起来 今天来感谢姐姐 除了刚才所说的 所有的这些过往的累积之外 是最近还发生了什么事吗 其实就是合伙人 刚来的时候 就说因为杨柳之前也做了 有一个抖音号 他说我们 我在帮杨柳做一个抖音号 我说你为什么想帮他 他说因为杨柳的一些经历 让他觉得 我想帮杨柳 他就是这么 说得这么伟大 说得这么伟大 就说明问题 当时还说 没关系 以后坐起来了 你就把哈尔拿过去 把我踢了都可以 这不可能呢 但我们是这样说的 我说不可能的 如果有收益了 我们绝对会分你多少 而且分多少 你来说 我们还这样说的 然后坐着坐着 杨柳觉得 各种就是拍摄的一些东西 不满他的意义嘛 因为当时 我们是冬天开始做的 每次杨柳拍完 都会感冒发烧 去输液 其实也没多少作品 就二十几个作品嘛 多少粉丝吗 五十多万了 那还不错啦 二十多个作品 五十多万粉丝 不错了 是谁在经营 开始的时候 是他去经营的 因为疫情嘛 他不来我们这儿了 就叫他把号给我们 因为我们要直播嘛 然后疫情也慢慢过去了 他就觉得我们 他就开始给我们说 我们回复粉丝也不对头啊 经营汉也没有经营好啊 他交给你的时候多少 十多万吧 那现在呢 现在五十多万 那你经营的还不错嘛 对啊 带展啊 但他就是说这样的话 后面慢慢的 我们想未来发展得更好 让那个拍摄 更有故事情节一点 结果发生一些争执嘛 就吵谭布朗就不想合作了 然后他就来收他的东西 因为他也提供了一些道具嘛 还有他的拍摄 收东西的时候 他就给我说 他说 师叔你过来 我跟你说 我说什么 他说 我拍摄的这些所有东西 我有著作权 你们不能发的 如果你们发了 我就会告你们 我说 但是是你叫我们发表的啊 就比如抖音号那些 全是你叫我们发表的 他说 对啊 但没证据啊 你也没证据 证明是你拍的啊 他说他有啊 他拍摄的时候 他留里有拍摄的那些资料 有发剧 对 他说这些就是证据啊 他说我可以证明是我拍的 那你就不要他的作品呗 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啊 我说 那行 我们不发你了了 他就出去之后 就把我们所有作品 给我们删掉了 你把电话号码更改过来不就行 我们都是更改过来 就这样是吧 对 这也没多大损失嘛 粉丝不还在吗 粉丝都还在的 对不对 就作品没有了 数据没有 点赞没有了嘛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那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 这个事情也说明 因为姐姐也很自责 她说也怪我 如果我多学个剪辑呀 多学习怎么拍摄的呀 咱们也不会到这一步 然后也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我和姐姐开始学习了 怎么去承担一些责任吧 也是 我们俩就开始分工 我今天我要负责什么 姐姐要负责什么 然后我们就开始从小白 又开始剪辑拍摄 然后又把现在的账号 再继续为俗当中 所以恰恰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懵懂无知 因为亲信 所以才更显示出了 你们在这段时间合作的 真诚的重要性 是 来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 姐姐为什么会去这样帮助妹妹 不是雪亲 但是当她去说到她自己 在幼年的时候父母离异 而她又是家中的老大 没有父母的关爱 爷爷奶奶岁数也大了 可能她还要去承担一个 打引号的小妈妈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而那个时候 她也是一个需要被爱护 需要被拯救 需要被保护的 这样的一个小姑娘 但是却求助无缘 所以当她有了一点点 微薄的力量的时候 她看到一个很像当年的 那样的一个女孩子 她其实是在内在 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 和自己 过去的自己的相遇 她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她是要被安排 所以她在成就你的梦想的时候 也是在成就着 她曾经的那个遗憾的自己 所以对于杨柳来说 你不是在去成就你一个人的 辉煌或者是优美 那个舞台 她是把她自己很多的遗憾 都附着在 都附着在 对你的关心 也是在附着在 对她自己内心的爱护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你们的这种 不是亲人 但生死亲人的这种信任 这种愿意 心情付出 我想给你们未来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相信未来你们 一定会有特别美好的收获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姐姐 给杨柳带来的最大的 帮助就是 帮你实现了两个梦想 第一个梦想 当然不用说了 就是你的事业 第二个梦想 我觉得关于内心的 就是你 对于家的那种渴望 其实姐姐给了你一种 家的温暖 因为自己家庭的原因 其实你内心是非常脆弱 和敏感的 而且是很自卑的 所以你的脾气 可能说话才那么冲 别人一句小小的话 就会刺伤你 对 对 是因为自己内心的一些缺失 但是实说这么一直的陪伴 其实真的给了你 很需要的那种温暖 和那种爱 所以当你有了 这样的感觉的时候 内心就会很踏实 踏踏实实地 去实现我的梦想 是的 他很像天使 但是他不是天使 为什么不是天使 因为 其实他在你身上 也得到了很多的东西 因为你对梦想的那种执着 那种敢于突破的那种 那种劲吧 是实说之前是没有的 是羡慕的 因为一直 按照家庭的安排 去一步一步地走 虽然很安全 但是内心那股冲劲 一直没有突破口 但是他当看到你的时候 他就觉得 这是一个突破口 我要跟你一起 你身上也有你的力量 我希望这样的 内心的这种勇气 勇敢 会永远在你们心里 无论之后这个读足票 会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同时也希望你们这份友谊 这份真情 能够一直留在你们之间 谢谢 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加油 谢谢你们来了 其实你们未来 还是有很多的挑战 你不要小看这些挑战 就是真正的强大是 你不要去讨好别人 你要觉得自己是有理的 以后分成怎么办 如果今天姐姐说 我努力比较多 我要六十 可以 这就是我要说的 你马上就说可以 因为你不敢去得罪对方 可是你没有想到 你不是得罪对方 你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哪一天如果你真的很红了 你觉得说 我想多分点 我想分六十 你连提都不会提 所以你在这个人生的历练上 还是需要很多的成长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 你要跟多姐姐学习 然后谢谢姐姐 对妹妹的这样呵护关怀 也祝福姐姐以后 你们能永远地合作下去 也祝福也可能有各自 更辉煌的事业 好 祝福你们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这故事就是你的梦想 点燃了她的梦想 她的温暖 把你的内心 更温暖了 接下来有什么话 跟你姐姐说 谢谢你来了 谢谢你姐姐 谢谢你陪伴我 一年又一年的 这么走过来 在我觉得我最难最难的时候 我被父母理解的时候 也都是你在陪着我 有时候我真的不敢想 有时候你不在我身边了 我该怎么办 但是我知道 你一直也在让我独立 我也一直想做好 谢谢你姐姐 我希望更多的话 能在以后我们两个都 老了有一天 然后我再像今天这样 再来感谢你 我觉得 以后这样的话 我会慢慢说 我不会再吝啬 然后我会 好好地学习 不再说这么 不好听的话了 谢谢你陪伴我 加油 你是最棒的 别怕 有姐在 来看看她送给姐姐的礼物是什么 我还记得在 我们好几年之前 当时我们每一次用钱 都用得特别的 就是一定要用在对的地方 不乱用的地方一定不能乱用 那个时候我知道姐姐 她很想要一个 女女的一个小音响 但是我觉得七百块钱 当时对于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 姐姐不愿意买 但今天 我们的日子也在慢慢地好 事业上也在慢慢地好起来 我想把当时 你没舍得买的 我今天送给你 谢谢你 为自己的梦想 不断奋进 切记 定好了的事 永远也别变 变来变去 就会影响情感 但是将来在这个演艺事业上 是上升 还是下降 一定要记住姐姐的话 坚持了就不要半途而飞 谢谢老师 好 谢谢你们 如果你们也有类似的故事 想要表达和分享 也欢迎来到我们这个舞台 只要你是真诚的 我们都愿意聆听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